对毛东 那天我听毛东和Stomp徐录的一期节目 说是剪了三分阵 因为在里边Stomp徐一直比较real的一个人 对我挺喜欢他的东西 他就说了对很多偷修的人评价 可能也没这么负面 但是他因为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 所以毛东就把他删掉三分阵做神 我听了一半的 然后我也听了很多不知名 是在基本无害里面播的吗 我也不知道我这搜到毛东的播客吗 是吧应该是吧 那是基本无害 我就是搜那个 然后按照最近更新 然后我就听听有没有信任 我听过好多也有通过学演员的 也有毫不专业的 怎么说呢 就是每个人真的是欣赏的品位差距太大了 差距太大 有人喜欢疯狂的喜欢杨丽 有人疯狂讨厌杨丽 就是不许是好事也正常吧 这样的话每个风格的都有自己喜欢不喜欢 你先透露 那个Snow 怎么评价了 我没听完 我一般都是 我都忘了 路上有时候听 Snow Snow 我开始听开头没听完呢 我这节我找到了 等我回头我听说Snow 这节目 他在法院主管他那个播客 在自己播客里面 起的标题是酸葡萄演员评价 他就是先自黑一下 说自己是酸葡萄 吃饱葡萄 说葡萄酸 然后呢 他的核心 我还没听了我也没听了 我光看这么一个标题 哈哈哈 Snow 之前是上过那个 向上有心人 对对对 但是没有播出他的评论 反正几秒钟吗可能是 我没看到 他自演节目里也吐槽过这个事 向上有心人 然后我听 因为 事实上 向上有心人之后 那个单地人 录了一期 挺重要的那个播客 包括那个他老板 那叫什么 石老板 石老板 石老板也去了 包括那个 文会 这个参加演出的 我知道好像 文会 包括 六寿 他们都聊了一起 但是我听了好多遍的一个 一个节目 他们聊向上有心人 聊向上有心人 聊向上 因为我是从小就喜欢听向上 我 我当时我们家那个电视比较破 九几年的时候 我们家那个电视 只能收两个电视台 不是电视 是有限费没交 不是 农村 农村没有有限费 不是农村大开线的 就是两个电视台 一个是河北二台 一个是中央 中央一或中央二 就是说两个电视台 当时我中午 每天中午 河北电视台就播放 一个节目叫笑一笑 就是一个每次播放两段相声左右 然后每次都听 就是对很多老的相声民家也挺比较熟悉 然后对相声 比较有感情 所以那次听了很多挺有感触的东西 然后包括上一届相声 那个什么 做过去大会 大陆人也做了一个类似的评论 挺好 但是因为这一次可能大陆人参加 参与人员比较多 所以官方没有出一个特别明确的那种 事后赛后评价的 可能比赛完了之后会有吧 比赛完了之后应该会有 说贾号 毛东他应该说 什么应该会继续落一落 同样的就说贾号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他一直是喜欢不起来 今天也不行吧 今年我没 今天好像有他也被淘汰了 对有被淘汰了 也被淘汰了 去上次 他不是毛东的 他还不是毛东的 对跟毛东差点太远了 上次我跟跟那个官邓 在那个咖啡 咖啡也聊过嘛 我也是挺不喜欢那个 谁的 贾号 贾号 对贾号 当然你不是说吗 说单里人有个标准 要多少秒钟 去一次 那个贾号怎么过的 对我觉得他一直非常尴尬 他一直有点用力过度 他断的本子也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我觉得不是那种特别好笑那种 但是毛东说实话 这次毛东输给忽兰 我是觉得有点 我有点心里面是不太服的 我忽兰我也不太那个啥 虽然我挺喜欢忽兰的 但是我觉得他在毛东那一场 他其实可能没有 毛东那么好那么好笑 他效果其实没有那么好 我都忘了忽兰那场讲 忽兰 我完全没有印象了 但是毛东那个刚才说的 他说那个说他爸爸去澳大利亚 哦我相信了 我相信了 我就很可惜的是 毛东说一直讲他烂了就好了 后来又转了 对对 他转讲别的了对吧 我相信了 他那段子我非常喜欢 对 澳大利亚 他有能去去讲那个 澳大利亚讲湾南话那种 很自信 对 电源以为说你这么自信 一定说的 甚至 我都好好听 我的用语有问题 我都好好听 我相信这个特别好 这个特别好 所以那个说湖南 虽然我更喜欢湖南一点 但是我觉得那个段子 真的是湖南比不上他的 他那个段子太精彩了 对对 他后面忘了转啥 转的就不行了 他就没过专注讲 那个没本地发展成一个 再长一点 再发展发展就好了 这次徐志胜真的是 让我太惊艳了 徐志胜的段子 我的起码第一段 他讲自己丑段子 我是听过的 但是这次我听了 再听一遍 还是觉得非常精彩 你之前他好像在 丹利亚的比赛中 也是这套 也有 而这次讲的再听一遍 还是能够听 我说我相信在听五遍 我觉得还是喜欢听的 所以其实上这段子 他的表演不是那么像豆豆一样 是那种真的那种演戏一样的表演 他是特别生死历劫 又非常的无奈 又非常的那种绝望的那种表情 他就一边一边说了 一边借着头 拿着一个话筒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包括第二期也还蛮好 我喜欢他第二期 这第一期我觉得太普通了 对 可能听过好多遍了 好笑 对 但是 但是 他这儿就真的很好 就讲丝盲 丝盲 那个太好了 发展的就是想想不到 对对对 想想不到 他这同学他对他那个表现 还有他过马路红绿 那种 这个太真实了 想想不到 这种 真的 我觉得他有冠军像 好像真的是这样 反正一直保持力风格 我觉得可以 今天很多人都有冠军像 是 很多人都 包括 刚才说 那个Wine Liner那个叫什么 忘了 两个字是名吧 好像是 忘了 叫讲什么 还是叫什么 不信讲 他是什么重庆 那个那边 湖北那边 那个大学的一个水产专业的 是吗 嗯 哦 对 我想起来是 他说过 他在第一次节目里 那个说过 这个大学的专业什么的 挺有意思的 然后 他真的真的非常良心 你也可以走过这个路线 哦 我这 我这 我觉得可以 那个 真的 这个片真的很好 这个片挺好的 就是他 他对结构的要求很低 嗯 他就是 类似宋启鱼那种 对 一句话段子 哈哈哈哈 但是他可比 比宋启鱼 对 但是他那个段子 比那个宋启鱼的 好 但是他的结构 声音也是那样的 他就是一两句话 就一个段子 宋启鱼就是说 他一两句就是一两句 他是 他是比如说 七八句都是讲一个事 对 但每一个剧还都是独立成反短 对对对 这个意思 但起码他比那个旁渤那种 整个篇章讲一件事 然后主动深入 嗯 那种那种情绪要 结构上起码要简单 简单很多 挺好的 而且 大家一更喜欢 就是他不累 嗯 就你随时清零 哈哈哈哈 然后重新开始 嗯 然后前面两句特别正经 然后第三就突然一转折 嗯 比如说去面试去上海 说上海啊 这工作太难找了 嗯 有时候说话都说不太清不太清楚 嗯 说呃 有时候去面试 是吧 嗯 说翻译 对 翻译 对 哈哈哈 然后我说什么这说话我听不懂 说你看 我说的是英语 嗯 这里是中国 中国 哈哈哈哈 可是里面是个翻译 就这个层 低进两层 嗯 那都非常短 结构上没有太多要求 但是 很好 嗯 反正本力要求太高了 我觉得这个我想不到 说实话我还想写一写 但是 嗯 这个水平真的做不到情 哎 你不觉得这种结构 其实跟那个漫才那种快速吐槽有点像吗 嗯 有点像 他虽然是一个人 但是他也是马上就吐槽 嗯 马上吐槽自己 吐槽自己 对 所以漫才我有点不太喜欢的地方就在于他过于假装那种歇斯底脸 嗯 就是真的呀 这是那种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有点够很快不真实 我刚才喜欢那种有的时候像就是杨波对他杨波哦杨波哎呦我叫你想起来了 对杨波那种啊 嗯 他是真的很一本正经的让你发笑 嗯 而那个漫才有点用力过猛 就是他他在说本来是没有那么的搞笑 他故意装的那种特别特别夸张哦是有点光特别夸张 然后你说对对不至于啊那种就是他有点表演的很你过重 嗯 这是反正 但是那个肉食动物 嗯 还另外有点什么忘了 忘了 那个漫才 对比之前我见过的漫才 说你你真的想干这个你觉得从事这个行业好吗 你没有想干别的吗 哈哈 就是他觉得你没有干得换个行业 真的没有这个天赋 对我觉得他真的是没有了天赋 这一这次那个又又跟那个录音一块表演的那个也是唱书嘛 也是也是 对我觉得真的太尴尬了 我觉得他真的不太适合 比去年好一些 嗯 但仍就是我觉得不太适合那个行业 他比较适合从事相上行业 哈哈哈哈 相上行业就是这样了 原来相上真是靠基本功 现在相上呢 就是德运社 就是纯的靠追星了 嗯 就是包括最火那个 啊 郭德纳的头一叫什么 张云雷 张云雷 我听过他一段相上我都要吐了 嗯 但是呢 因为我真的想特别想在朋友圈吐槽一次 嗯 但是呢我有好多那个学生 哈哈哈 他们去买票去支持他这些语言去疯狂追星 我都不好意思了 那你不行那你别吐了 对但是我是真的特别特别讨厌他 他觉得基本功太差了 就是可能因为如果你当初不知道什么是相上 嗯 然后一个女生她都没听过相上吧 嗯 她看了一个那么帅的一个一个男生 然后还有点基本功还能唱 跟追个性一样的感觉 但是因为我是从小听真正的那种传统的相上出来的 说两台就有一个相上台 对就一个相上台 那天天听那相上 我真的我看那个我觉得真的是受不了 我觉得这是对相上的侮辱啊 你可以不叫相上 你可以说叫叫什么 叫什么其他女的 你只要不要玷污相上就行 但是他有郭德纲的粉丝 不是郭德纲的徒弟 郭德纲又是掌握相上的话语权的 所以呢他就你要说说哪不好 有一次我在我的微博里边说张云雷不好 嗯 然后一帮他的粉丝 他就收到了 收到了 然后然后把我高兴的都骂我 把我高兴的 我说这帮踏踏踏是吧 哈哈哈哈 挨着拉黑 嗯 我觉得 嗯 嗯 相上我觉得就堕落了 因为真正的相上演员 现在天井一套相上演员挺好的 就是乐和兄弟 乐和兄弟 对对对 就是他是有点像郭德纲那种真正走搞笑路线那种 嗯 相上演员 张云雷基本上就完蛋了 相上如果呀 只是跟人说一再多大的话 嗯 才完蛋了 不行 我们那个做播客的有个人 有个人有个小播客主 叫欢喜哥 嗯 他听我意思 他天津人 他那些播客就是比如说每场给你两三百块钱 直播两小时 嗯 然后他就是每天晚上就两小时 他也不跟人互动 因为直播间也没有真人 几百个收听的都是我们做这假的账号 假账号的 没人互动 他就一直在默默的说自己的一套东西 嗯 他挺好的 他比如说今天讲一个电影 我要讲杜西风的枪火 我这两小时我就啪啪啪说这东西 也能白活 对对对 天津人真的是我特别喜欢天津话 我去过几次天津 然后我特别喜欢就是问天津人问路 然后他们说的话真的特别好笑 包括周老板 陆其末 拜拜 对 listen to 拜拜 就是天津人说话特别高笑 而且他们可能真的是从小进入在那种 相声文化的这种土壤里边 他们那种生活中说话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们的语调也非常有趣 所以特别习惯 怪不得他说他有时候得模仿天津人 是吧 对 模仿别的地方人他不好笑 对 天津人说话真是自在习的 要不就模仿东北人 我觉得东北人 东北人也是 天津人 东北人 而且他们方言你能听懂 对 你模仿个四川的模仿个苏州的 你听不懂 听不懂 好像你也听不懂 对对对 所以很多南方人就不太想看春晚了 因为春晚就是赵本山啊 他们都是包括宋南丹啊 包括潘良江啊 都是东北人 他以北北方能听懂 南方人有时候听不太懂 包括我们也是一样 我听了李博青 干啥的 我都不知道 他是四川的一个 类似于滑稽系 类似像是一样 一个人吧 评书 但是我听了也真的听不太懂 然后他私人喜欢喜欢的不得了 我北方人 我就真的是 盖得不到 哦 我女朋友他们 他们都不知道 赵本山调品的台词 我说这是我们东北人 每年的必修课 每年春晚讲一遍之后 他能盖得到赵本山的 赵本山那种 他没听过啊 他一次都没听过 他没听过 就是比如说 书上几个号 地上一个号 不知道 不知道 要啥自身诗不知道 他也不看春晚 不看春晚 他一次都没听过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好笑 哪天比如我抄15分钟给他放一集 看看能不能啥 能不能 不知道 我挑 比如说我可以给他放放赵本山和范伟 那个拜年 那个也挺好的 不然范香长成了三胖子 那个也挺好的 对 像其他的 他前两天我是给他讲 他第一次听不到 书上几个猴 地上一个猴 那个也不知道 然后我想起来好多语录 说 罗永浩说 这个北方啊 就特别讨厌的一点就在于 过年都要看春晚 嗯 他说 嗯 说那个 因为春晚呢 虽然比较好玩 但是有很多的节目都是那种 欢联起立的 假的嘛 都是特别虚假那种 他特别讨厌那种假的东西 然后他说 哎他有一次去广州 他不是去广州 去东方带过课吗 广州人根本就不看春晚 去过过年的时候去逛那花市 去买点花啊 装装饰 有他回来跟父母说 咱们 咱们为什么不 就看春晚 嗯 不去发市呢 你傻呀嘛 广东人什么温度 咱们什么温度 咱们要出门要冻死啊 所以就在家里 待着看那一眼 哦 是 这南方我去年 春节 还是什么去的南方嘛 就是他们确实那个好 确实他那个 能放风点 春节能放风点 你能想象吗 玩轮滑 然后街上吃冰淇淋 然后摆摊的 就就像咱的五一十一 以前华人周五十一 他们过年的时候大概到零下吗 没有 没有零下 你穿个普通的T恤 外套都不用 转至中午下 外套都不用穿 长袖T恤就行 晚上你可以穿个外套 但其实也不用 我都没没经历过冬天 我那时候做了大概两三个月 秋天我才真好那天气 我正好秋天 秋天好像是成都四川那边最好的季节 哇真漂亮 当时我就是太喜欢这了 那个真的是万里无鱼那种 天气特别蓝 那在北京待灌了 北京真的那几年天气真的很不好 然后去成都 我天 我真的想后半生就住着蓝 那你是赶上好季节了 对赶上好季节 五六月份去热死你 对但是他们说到冬天的时候 因为他不开空调 没有什么没有冷气嘛 没有冷气只能开空调 对我去那里有一段是有不冬天 因为当时有租客嘛 有租客他就是我去看房 他们冻的特别冷 但是他们也没太多钱 没有敢开空调 就那样我印象有点水 可能那时候比较冷了 你可能是绵羊是吗 不是卢州的 卢州的 在屋里冻够呛 屋里平了 屋里他们给我冻出鼻涕来了 我差点之后又感冒了 你知道第一天去下 第一天去下就已经是除夕夜了 还是除夕前一天了 去年啊 除夕前一天 除夕夜我们去他外婆家嘛 除夕前一天 除夕前一天还给我冻够呛 家里呢 人的还挺多 他家亲戚都去了 对那么多人还冻够呛 重要吗 你这个也太那啥了 重视你 太疼了 凍死我了 然后后来他家才把空调开开 然后开一会儿 然后后来又又关上了 就是这么像 然后因为我也也怪我 我一东北人 我就是我这个奖就个舒服 因为平常在家 我都是不穿衣服的嘛 哈哈哈 去人家就也就穿个 就不能秋衣秋裤嘛 因为他们在家里都正常穿羽绒服的 就是穿外衣的 我不想你这个难受啊 我就不想穿外衣 实际上我还是凍着了 后来实际不行 我外衣穿上了 难受就不行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想法还是天真 那边不能常待 不能常待 我前两天 像海南一样度假的 对我前两天 跟我女朋友说的啥事 就是她觉得我是伪科学 不相信 你给平常理事不是这种事 怎么 现在咱们全球变暖了 啊 就是气候啊 你前两 就近一年多啊 嗯 你应该也能听到这样的新闻 嗯 就是宁夏啊 内蒙啊 新疆甘肃那边 某某沙漠突然有了绿洲 嗯 突然有水了 突然冒盛起来 嗯 你是不是听过这样的新闻 对吧 这显然不是当地的那个植被保护做的多么好 对 就是大自然的气候变迁嘛 对对对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现象以后会越来越增加 就是全球的降水带往北移 对 你看北京今天降水多么 对 整个呃温度带湿度带都往北移 嗯 那北京这种原来说干旱的一点的地区 它就会变得更宜居 对 就是变得更潮湿 更暖和一点 对 对吧 要比如说就是之前不是有说那个俄罗斯西伯利亚都要变得适于农耕了吗 对对对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咱以后还是要在北方啊 啊 这个遵循气候变化的大规律 你弄了半天就为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把全球都带上了 是吧 就结果结论就是为了把你不想搬到这儿了 对对对对 对吧 是不是大趋势吧 如果是个确实的大趋势 那比如说每每年他都是往北更移一点 更湿润一点 嗯 那咱搞南方去咱就亏了 嗯 对吧 嗯 对我我其实从结论上来说 不是从那个论证上来说 我是完全充益的 哈哈哈 我也非常相信这种 就是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啊 呃捷克前总统啊 呃 这件写里本书叫环保的暴力 啊 他说呀 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微乎其微的 啊 就你看你感觉人很多 但是如果你从太空的角度一辅是 真正的人类是非常非常少的 啊 跟地球的面积相比是太太太太太微不足道了 啊 啊 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对 什么大气透氧层 嗯 大气层之类的影响也非常非常低 包括那种所谓的那种 碳中合都是一个 没有什么意义的 嗯 人类对地球影响太小了 就是人地球稍微变化一点 嗯 那么比如说 呃之前 之前比如说那个核能的玉吗 为什么呀 因为就当时大象 大象 啊 嗯 对 那边那边说的那边说的那个结论是这样 啊 但是论证我是后边乱加的 啊 就是 人类对地 它的核心结论就是人类对地球的影响 太有出其微了 嗯 就人类以为都会是自己造成的 其实就是地球自己它的变化导致的 嗯 人类暖的时候特别暖 冷的时候特别冷 都不是人类造成的呀 嗯 人类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 只会我们现在觉得全面变暖 是人类什么碳排放太多了 嗯 但其实就是地球自己该到了那时候了 该到了那时候 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偶和 偶然的巧合 它不是因果关系 嗯 他是这样的 我也是认同这个观点 他就说环保啊 他就是有的环保组织绑架了 他以那个为为借口 有碳交易能挣钱 对能挣钱 对 包括宣传那个比如说那个瑞典的小女孩 不上学了 嗯 然后去全球各地宣传环保 结果呢自己面包边扔了不要吃 嗯 然后呢他自己弄一个无动力的翻船去 结果呢那个翻船是没无动力 周围好多好多船人给他捧 哈哈哈哈 都是有动力的是吧 包括戈尔 美国政府总统戈尔去做那环保宣传 都弄碗奖 嗯 但实际上报出来他们家的豪宅的豪宅量是好几百个普通美国人的豪宅量 他就是 其实他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关系环保 或者说并不是真的关系环保 但是他就以这个为一个口径 嗯 然后呢很多科学家也倾向于把自己这个问题说的多么严重 这样的话他的学科他自己才能说的很重要 也有经费 对对对对 如果说哎呀咱咱都不管那失业了 失业了 哈哈哈 咱都不管那行 就跟股平人似的说 你们就是投资完了就十年不动了就这样 就这样 对 对他一定是自私自利的嘛 嗯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基本的假设 人都是自私的 他一定是朝着自己对自己有利的一方 嗯 那杰克宗总统说了个这么一个一个结论 我也是认同的 包括之前柴靖去访问那个叫什么 那个 定造中文定造华什么的 不不不不 采访那个 现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嗯 就是那个他叫 丁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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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就是因为柴靖他 很多人骂柴靖 但是我虽然不同意柴靖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骂他 他只不过是 那个观念被他束缚住 他从小生观念长大的 嗯 就是柴靖说 我们应该是中国环保 哪怕国外不环保 我们应该环保 嗯 有时候中国人也是人呢 是我们不能够降 过分降低这个天牌棒能量 嗯 其实呢我们得发展呢 而且是人类不用过分为地球担心 嗯 地球那么大 没有必要说你做这么多么小的 这个这个改变 其实没什么影响 嗯 我也是同意的观点 我不觉得他是伪科学 嗯 嗯 虽然我也没有那么够硬的证据啊 但是我从心底是正通的 嗯 嗯 但是至于你和南方还是在北方 更合适 这个不看你 啊 其实你要其实你要想在北方 你哪怕在北方越来越冷 你也会想在北方 对 你只不猜好一个观点 猜好那个 偶然的配合了 哈哈哈哈哈哈 嗯 越来越冷我就说越来越好下雪多多呀 这个冬天好呀 对 没见过雪 哈哈哈哈 不好啊 而且下雪之后你可以不用出门 在家躺着 拉暖气烧着 嗯 可以聊聊天 嗯 看看节目多好 嗯 我们小区这两年我住那是老小区嘛 嗯 这两天进他们砖地呢 搞那个供热管道改造呢 嗯 嗯 因为他妈的估计去年太冷了 啊 去年的管道呀 嗯 不知道那个暖气效果特别差 嗯 不知道咋整的 嗯 知道今天改一改能不能改好一点 哎 我觉得北京 这虫盖盖 发的虫盖就挺好的 嗯 真的我觉得北京拍的拍这么多 其实北京的地儿很多 非常很多 农田很多 嗯 你稍微拔一拔农田 都盖着无数的房子出来 哈哈哈哈 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的坚持 你说十八亿亩吧 嗯 你在个 北京的一亩地和 河北的一亩地 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你应该尽量的让统筹安排 对 你让它发布最大的价值 哎 人为就造成这个困难 政府在挤着困难 在卖地方卖卖 挣钱卖就是什么 这集约 其实最好的就是集约化嘛 对 你适合种地里面 没有人去没有人盖工厂 没有人去对啥 你就种地嘛 对 对吧 你像美国中共大平原似的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我也是特别认同 我也是特别的想 比如说农村 我们那个村 现在人也特别爽了 原来 原来我们一个班 就是同一年生的五十多个人 一个村的五十多个人 够上一个班的 对一个班五十多个人 现在四个村 所以一个学校 就一个村生的小孩都不够一个班了 四个村生一个学校 所以就是那但是第二个房子 每家房子越来越大 也没什么人 包括我们家 我爸妈在现场里边住着 我在北京 比如偶尔回去现场 一年可能就回去一两次 扫墨过年的时候去看一看 那其实那家一亩多的地 就这么料着 旁边也是好多家是这样 因为他是挨着熊安的地方 故意把那房子盖得特别大 两个人他也盖两层三层那种 他为了将来说拆迁 但其实根本就没有 没有任何的痕迹呢 就是我们只是挨着熊安 但熊安都不知道 熊安都没拆完 我们先站上 这导致很多地儿 它其实就是浪费掉了 就是浪费掉了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把这个土地 你把人都赶出来 你在一个地方交通发达 医院什么学校都发的地方 你盖着楼 或者你不愿意盖楼 你盖医护建那种 对医护建 你要把它集中起来 你各种医疗教育都更好 你现在摊这么大地儿又特别远 然后隔四个村你上学 以前没有人接 一年纪都没有人接 我现在一年纪都没接 现在都得家长去接孩子 这个效率其实要低很多 低很多 就是首先要适度集中 然后把那个农田 其实每家一户 一家一户这种小农 我觉得也是有点浪费的 就是浪费的 我想一招就比如说 比如说你就股份 对不对 大家比如说就成了一个什么农委会 然后就每个人占多少股份 然后这个地 比如租给还是卖给大企业 对弄一大农场是最合适的 这样的话 你看农场的效率更高 他种单一的单一的品类 或者一两个品类 这样的话它有规模效应 那能够大极限 你现在这么一人两三亩地 你挨个收割的效率太低了 我也有个疑问 就是说现在之所以没形成那种大农场状况 到底是因为比如说 国家不让合并土地 不让搞大地主 大农伐财伐 像美国是一个大农场 有些团那么地 形成一种私人强有力的一个组织 还是说你真的国家允许了 也没有企业看得上你这块地 就是比如说企业觉得我不缺地 我也不想搞 比如说我一年养点啥 我种点啥 我也赚不到多少钱 农业的风险太大了 而且农产品价格太低了 我感觉是啊 河南那边还有大农场 什么圣牧什么类的 东北也可能 东北也是农肯集团 是什么 因为它土地比较平整 然后规模人口比较少 这样的话比较像规模 像我们那华为平原 那地也不是那么平整 然后大工不太合算 其实是 因为农产品 中国农产品价格非常低的 小麦一块钱一件 一块钱一件 其实说实话农民种小麦 基本上就打平 成本 你劳动力基本上是赚一点点 劳动力如果你要是 所以我们那男的极少 一个村也就是一两个人 男的劳动力全年在种地 而这一两个人也只不种麦子之类的 种麦子有很多人 他就是种的蔬菜 我们村就一个种它能熟 就别人都种不过它 他种的它又长得又好 又大 但是他已经六七十岁了 现在也种不种了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我小时候 他种种特别好 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去 男的在种地了 因为种地真的不赚钱 不赚钱 他出来搬砖 来北京搬砖 也比这个村里强大 那种地为什么不赚钱呢 国家 我觉得有意的压制这个农山品的价格 但我也不知道 但是按照这一压制就效率低吧 我觉得还是 你看 美国的大豆 它是便宜 对非常非常便宜 它就是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出来之后 它美国大豆 运送半个地球 运过来 它比咱本地的大豆还便宜 他们的牛肉之类的 运半个地球过来 也比中国的便宜 我觉得还是规模化的导致 包括机械化导致的 而且其他的小麦产量比较不太高吧 因为你要一个人处理这么几亩地 它就是不划算的 就是不划算 它成本一定是高的 但如果你大农场 你可能就雇10个人 你住1000亩地 那效率一劲上了 一地是 只要有点低足就好了 人工 效率一劲上了 我觉得还是 大规模农场 应该是比较 效率比较高的 但咱这确实也没有 对 因为美国中国平原 那大平原太大了 你弄大地劲也行 但是起码我们那 我们一村都不会 没有那么平整 南方更不行了 南方秋陵 它只能种着高附加值 茶叶之类的 但是也有秋陵种水稻的 那你想一个牛 那夺那啥呀 吭吱吱吱的 吭吱吱的 对 太搞笑了 你这是啥呀 是提前的还是 对就是提前吧 提前对 就是被当地人当成是智慧的结局 我也是 智慧 得看什么时代 在那个时代 它确实是智慧的结局 那时代人多 南方的都是秋陵 你没有地 你吃你啃树皮肯定不行 那得自己造田 没造田 没田怎么办 你把山本来是斜的 你把它隔一段 隔一段 隔一段 那确实能够保证你不饿死 那是智慧 那你现在你再说没必要 那确实就不是那么 我只是没必要 你这么一些 倒不如就是东北那些地 我就再加大一点规模 就整东北就确实就是整成 集业化的 然后其他地方就别想对 对 对 我觉得是 但是现在 这共产党要 你让任何人提 各种网上就被骂 对 现在我都网上不敢说话了 现在人们就是说 你不用粮食 我们吃啥 外国人不给卖给咱们怎么办 对 外国人不卖给咱们怎么办 对不对 反正现在你要任何提的 任何不同意见 就没法 就回忆让人骂你 我之前我还不怎么提 他们意见 就说一次张云雷 火的天 被骂的几十条 这个 主体播客 不是主体微博 对 他就是 你只要你搜到任何 他们 他们会搜自己的名字 搜到你之后 他就 好的 他就 哇我们哥哥 这都不好的 就开始一帮人骂 人家们怪气的 他说多努力吗 类似那种 你懂什么 这些博客 我题目里一定加张 张云雷上的事 一定加 不许爆了 我之前最多的就是 播放量最高的就是 题目里有简离李 李厚晨那些 简离李 我 你中国个人 吴志宏 李松卫 对 就是提名人 猛热度 对 一定是流通密码 但是我一直很纳闷 为什么邱老板 一直不可能没上去 他已经挺高了 已经挺高了 是吗 我最近没看完 之前 你说我的博客吗 对 我的小博客 那肯定是太小了 不是 在你这个里边 我觉得 反正我听 我不是每次都听了 我挑着自己的感情就听了 我觉得邱老板那个是最开心的 邱老板因为他说向上的嘛 他的口风也比较好 他的比较清楚 表达也比较有趣 可能我有的过来不太同意 但是他整体上让你感觉很舒服的一个 有的可能那录音效果也不太好 就听了一半就觉得 因为我不是专心的听 我就是有时候做饭 有时候睡觉之前的这么听一点 我现在反正我是一失业听博客的时间就多 一失业没事闲的就听博客 能把以前的辣椒的博客都追回来 我一失业我就没心情听了 因为有工作的时候我会以直气壮 心安理得 我上一项课有点收入 我无论多少 我心里面踏实 我在听没有任何负罪感 但我失业了之后 你说你不听博客也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就是心里面特别焦虑 特别就是听不下去 就是上火 我的心态有点问题 我是没啥负责的 可能我的压力比较大 因为我结婚了 有孩子 毕竟是结婚有孩子 对没有孩子 我也真的我挺好 我就真想过一个人过一辈子 我觉得一个人过一辈子挺好的 哎呀 今天过一辈子 你这个吃不完花不完 然后挺开心 想干啥 想交一个女朋友 交一个女朋友 哈哈哈哈 不想交了可以不交了 哎呀我的天呐 结婚了之后全是责任 也没有什么快乐 嗯 你要一个人呢 你谁不管 就光顾父母了嘛 嗯 但是你结了婚之后 各种关系就特别特别多 各种责任也特别多 哎呀 真的是特别烦 你可以带家人去旅旅游 或者啥子挺好的 嗯 是本来是准备去昆明 嗯 现在出不去 本来在国内玩也行 我妹妹说 哎 就是9月中秋那群吧 昆明那个机票 再400多块钱 嗯 那挺好 嗯 看嘛 主要是现在没心情 哎 可不去 我这还计划着 结婚前去那个 知道哪 结婚前赶紧赶紧去 知道哪的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叫什么 厄瓜多尔叫什么 巨龟 巨龟 巨龟反正是厄瓜多尔的一个群岛 厄瓜多尔一个群岛 那个是那个土摩托吗 你知道吧 土摩托 土摩托严重推荐的嘛 就世界上物种多样性 最丰富的就多一声 嗯 元月是吧 对元月推荐的 就是就是忘了叫柯什么巨龟 一个群岛在厄瓜多尔 那我先飞过大半个地球 这个太爽了 但也不知道这疫情能怎么样 反正是赶紧去 能出去反正就去 结婚之后 尤其有孩子之后 真的是太 你就出过门特别麻烦 嗯 出过门特别麻烦 因为你有 那就是比如说整个 你要比如说出一周 你就雇个周早呗 反正我也没那么多钱嘛 我还得看着孩子 有孩子特别耗心力 你就没有心情去玩 你要两个成年人 你怎么玩都行 怎么玩都行 但有孩子都跟着这个 对吧 就是完全没有心力了 你现在我觉得我每个礼拜都去北京周边的一个地方走一走啥的挨个公园逛 然后上上周还去那地方特傻逼是个2A级的叫啥的 反正是一个山 然后 哦 猕猴桃谷 你去过没 没有没听说过 他那个猕猴桃其实是不知道你吃过 不是猕猴桃 是东北的软枣子 小猕猴桃 小的特别酸 然后吃完辣肚子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他是啥 在美团上卖9块9125克和40块钱一斤 老贵了 老贵了 我家那边遍地上都是 不要钱 山里边踩随便踩 这么一看东北这个饮食真是挺发达 为什么闯关东 因为当时山东人多 山东河北河南人太多了 土地不够重了 不够重 不够吃了 东北地方人稀 什么磅打 真的 磅打鸳羊飘咬鱼 什么 磅打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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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野鸡飞到 铁锅里 铁锅里 对 但是我们那是啥 可以讲迷方法5 他关了那景区 当天那个是啥 当天是北京预报有大道暴雨 然后关了 但其实毛也没下 没下 车弹 气象机下车弹 然后关了 然后没去那城 然后他那块也昌平 我俩又坐那车回来了 因为我俩从昌平站打个车打过去 本来其实是下车让司机回去了 我女朋友惊 他先下车去售票处问一问 然后我在车上等着 要不然他妈的要车走了 那块半小时也打不到一辆车 没车 然后坐车回来走 回来 然后去的十三零 你去过没 去过去过去过 那个定零吧 定零 也要知名的那个零 我去过一次 我小时候就是黄金周小 和爸妈来过北京 那是2000年吧 99年忘了 去过一次定零 给我印象特别差 因为那是刚刚黄金周 人几人 人掏传动 对对对 人还是人那么走 你想卖一大步卖不了 就是前面人咬后跟 你卖不了 你必须保持大家匀速前进 然后但是这次我去 也没什么人 普通的一个周六 然后暑假也基本过了 然后基本没什么人 感觉好极了 那块环境挺好的 那块其实整个皇家的一个情况 然后打开那个什么 还有一个免费的公众号 给你语言讲解 这个门上 那个石头干啥 那个炉台干啥的 然后定零 还有个小圆秋 走一走 挺好 我上学的时候去过一次 上大学的时候 还是带着一帮兼职 带着外国小孩 外国小孩 对来中国 学民意上学汉语 但是也就每天上半天课 然后后边一共学三个礼拜 前两个礼拜上半天课 上午上课 下午去北京各地玩 就跟中国的夏令元去美国 不是一样吗 我们俩名义上游学 其实就是游玩 然后因为一在看着他们 也没怎么想好好玩 一在去定能去过 然后我也不太想墳墓 然后前一天去那个国外博物馆 不是也是定能出所的一个王冠 有一个翠鸟那种毛 翠鸟的毛弄的 真的特别漂亮 咱住那边吧 是咱住那边吧 是咱住那边 那猪子的花是你家的 哈哈哈哈 你别人喝点吧 是鸡肝花是吗 是吗 那是鸡肝花 是刚才那边宅的吧 嗯 小时候家家中的 嗯 特别好养 是吗 哦 真的像机关是吧 嗯 像火龙果 对 哈哈 红圈火龙果 嗯 哎 你刚才定能那个 你接着讲 没了 讲完了 我跟你讲话 我想说个啥事 就我去定能那里面啊 他不定那下楼吗 是 灵吗 灵吗 就是可能是我去过的就是唯一的一个灵吗 嗯 别的灵 你看秦陵我去陕西秦陵他也没开发 地下没开发吗 秦陵其实陕陵特别好 就是说 它是一个地上的东西 就像公园一样 跟那天坛地坛没啥区别 只不过有个土修 嗯 因为你下不了地下也没开发 嗯 但是定灵不一样 它是底下的东西啊 嗯 我下一边就感觉很害怕 嗯 你懂不 对 我想这个人死了就埋这么深 因为那冷啊 那里面对 你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地底是冷的 对对对 这个人其实他一个生物本能很奇怪 嗯 我跟你呃 讲个恐怖故事 嗯 但给你开个大暖气 夏天吃个大西瓜 你不觉得恐怖 我稍微把冷气打开 然后阴雨天跟你讲同样的故事 对 你就有感觉了 对 人就是感受就会让你让人感觉 感觉越立体越多维 对 所以我去电灵里面那一洞啊 一冷啊 然后里面这灰色的墙壁啊 嗯 感觉太可怕了 嗯 就是我就觉得你 你再牛逼你皇帝 你也是落到这个下场 啊 你也不是 皇帝的灵一定要埋得深 嗯 特别怕高墓嘛 所以肯定埋得特别深 嗯 而且好多假的内幕 然后嗯 我觉得这玩意太可怕了 我就对这事特别害怕 我说 就死了以后埋着地底下 这太差了 这皇帝折着皇帝也不怕 他已经死了的时候才去的 活着是不去 回头也参观过嘛 他也考察嘛 嗯 那个特别搞笑 他还当时说说挖这个灵墙 挖到了一块大岩石 嗯 然后这风水不好吧 按理说得一直往下扒 嗯 然后当时就有大臣说 咱敢换个地址吧 然后当时是万利地嘛 嗯 万利地就说算了吧 咱不换了 你看就古代那些皇帝啊 嗯 他们也不是靠这个风水而那啥的 嗯 你看厄黄公共风水好吧 嗯 那不照样被毁了吗 对吧 你还是看皇帝本人怎么样 嗯 嗯 这个意思 这皇帝过明白的 过明白 对过明白 他是叫的 他是世号是神宗吧 宋神宗 对 明明神宗 明神宗 神宗就是那个有语言解释啊 嗯 就是呃这个世号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这个呃 呃 该说你一方面 嗯 就比如说文宗武宗 嗯 呃文帝武帝吧 其实都不太好 啊 为什么 因为呃 呃他表面上是夸你这个人 比如说汉武帝啊 呃能打仗啊 嗯 但其实他是暗扁的 嗯 就是他明报暗扁 对 他说你这个人穷兵独武 嗯 嗯 那就是他只要是说你就是指出单方面某一个特点啊 都是不好的 说你闻的太软弱了 对对 只要单纯你某一个特点都是不好的 嗯 只有那种是好的呃 太宗 高宗 这种是因为他全面的全面的是好的 嗯 然后那个呃 神宗呢 特别有意思 他就是说这个人琢磨不痛 嗯 神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其实 玄乎 玄乎他没干什么事 嗯 但是他在位期间呢 这国家还行 嗯 就是他没干什么事 然后国家还行 就搞不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治理这国家的 嗯 你懂吗 是这个意思啊 就搞不清楚玄而又玄 玄而又玄就是神宗 但后来我一想他在位前是张居正啊 嗯 那可能就是这个像 太强了 活干的好嘛 嗯 对吧 那这国家治理的就好嘛 嗯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他的宰相都行 嗯 宰相都行 平常就是什么官 嗯 那个 那个 朱元璋的主不好 哦 哈哈哈 朱元璋的主的 这些人都什么没意义 哈哈哈 都怪 啊 朱元璋出身就不太好了 就赶什么好的宰相 然后我一看在他那个展览馆一看啊 张居正是推行完一条边法第二年就死了啊 啊 所以他这个也没那个干的就是说长久的维护下来啊 啊 挺有意思的 嗯 当时我就感觉冷啊 那恐怖 这里面也没什么人 嗯 所以不是我小时候那种摩肩那种感觉 里面就有个保安 我当时心疼那保安 哈哈哈 那里面我特意打个手机的 啊 信号没有没有信号 也没有网 你说别的地方保安吧 你还能坐那块玩玩手机啥的 啊 还没得玩啊 哈哈哈 而且那么一个地方它是一个这个案里的工作嘛 嗯 你也不可能说听个评书 听个相声啥的 嗯 这多吓人的那保安那块 我太心疼那保安了 嗯 啊 这大内侍卫 啊 太太心疼了 这玩意 他人一坐他也反正坐那么深的一个地方 然后也很昏暗的一个一个地方 我就想到 嗯 这是咋整啊 哎 嗯 嗯 估计那个保安它 它是一个普通保安吗 普通保安就是普通保安 哦 嗯 那我说这应该是 那里边还有很多文物吗 没有文物了 因为就是那个棺果啊什么的 啊 都是摆的都是复制品 啊 就是为了让你重现 就是看到当时怎么摆的嘛 都是后人那个那个拿木箱的 就随便那个按照原来的摆的 就不是都不是原品了 没有任何一个是原品 哦 有原品呢 就是那个那个石床 啊 就是他那个棺果上的后室嘛 中室是那个石凳石床啊 还有香煮出来的 当然别人也带不走啊 对对对 也没人没得偷啊 那个就反正放的 反正我去过一次 稀里糊涂走的也 时间比较长 嗯 没什么印象 嗯 但是我看 他那个明朝最后一日皇帝童真实际上 很有能力 很有能力 他就想 确实想把 搞好 但是那时候 已经辣了 已经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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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这个 所以他这个 那行李创制 确实 直接做了 对 没辣 所以有好皇帝没坦 这个也是 是吧 那些皇帝他们搞木匠的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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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那个明朝皇帝没有一个就是特别 都适合当什么首艺人是吧 当首艺人当工匠 说明就是农民 农民 那就不太适合当 对 本来就不应该当皇帝 结果不小心 不小心当了 然后就传着下去吧 我再给你讲个事很有意思 是另外一个博客里面讲的 他爷爷的事 一朋友 那个他他他爷爷是那个河南的一农民 啊 当年比如说可能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吧 他爷爷就是那个在河南呢 搞了一个发明 他就看当地人那个水井啊 打水比较困难 他就发明一个东西 能让人就是可能很轻松的把这个水 从水井里面打出来吧 他爷爷就拉着板车呀 带着他奶奶说咱俩去郑州 把这发明献给国家 嗯 然后他爷爷还挺明白 找到了郑州市的那个叫 呃清工业管理局吧 可能是 嗯 要献这个发明 人家一接待他呀 嗯 然后清工业管理局的人挺重视的 当时人 民风也淳朴呀 嗯 他就跟他爷爷说呀 您发明这东西啊 嗯 阿吉米德发明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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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杠杠 就一杠杠 就是就是别是咕了挂文了 可能你们村儿没有 嗯 但这个确实是早就有人发明过 嗯 然后呢这个然后他爷爷反正也惊啊 他爷爷就说那你不能让我这个白来一趟啊 嗯 他爷爷就是提出啥要求呢 嗯 好你不给我搞的不认可的发明吧 嗯 那我来一趟吧 你给我解决一郑州户口吧 啊 哈哈 就要郑州户口 当时他也太精了 你说当时怎么能想到郑州户口那么好的 对 然后当时那个清工业管理局那人也 民风淳朴啊 嗯 其实不能寒了群众的心呢 对 就说那我给一农民整一个郑州户口 名不正言不顺 嗯 那咋整呢 嗯清工业管理局嘛 嗯 我就给你调到清工业系统里面当个城市的职员吧 嗯 然后他给安排哪了 安排到哪个百货商店卖卖糖果卖菜那样 有那真不错 那他妈比农民好多了呀 对对对对 好多了 你说是不仅拿个户口 还拿一个城市的工作工作 然后他爷爷从此就把他奶奶他家就在这 进到郑州了 所以这个孩子才是郑州人 哦 这特别特别神奇 真不错 嗯 我听过东东腔 你知道东腔吗 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对 啊 东东腔他在给那个那个小学问 马马东 啊 他不是请那个七八说一些人做了一个一本书 一个啊 西马拉雅的课叫小学问嘛 啊 他请东东腔做了一个序言 东东腔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 就是说一个农民 他因为文革嘛 嗯 他也没有什么机会到呃 在自己没有跟没什么交流嘛 也在自己农村里边 但是研究数学 就是特别感兴趣 嗯 研究了半辈子 他寄给一个大学教授 嗯 说我这是我一半辈子成果 啊 我快不行了啊 您得看一看 这是我一辈子成果 这别人研究过 对然后 那个教授一看 哎呦 老先生 您做这叫微积分呢 啊 哈哈 那这个也挺厉害 对啊 他凭一己之力 重新发明了微积分 嗯 就是 东东腔后来感慨嘛 嗯 就是说 你自己叫什么 思而不学则代嘛 嗯 你广去思考 没有思考那样不行 光思考 不去学别人的东西 那么你就这种 可能半辈子力气都白费了 如果你之前学过微积分呢 你在技术上 你再思考半辈子 嗯 有可能出奖 但是起码比这个有价值多 嗯 就他就最后的结论 他就说你得学习别人的经验 嗯 然后退小学生里面课嘛 嗯 所以我觉得跟你非常像 所以 但我觉得这个老头 研究这玩意 我觉得那也挺好的 对对对挺好的 他一辈子觉得起码充实的 充实啊 对 他很快乐啊 对对对对对吧 他自己就是会挺快的 你说白了这个东西 那我我这个人哈 我就刻板印象 我觉得这玩意跟写书法还是一 我这人瞧不起书法 我觉得对 那你瞧那你书法人 字体都是前人发明好的 嗯 行书凯书 包括各种什么眼眼眼体流体 什么啊 王极之体 都是你都都是学人家的学习法 嗯 你也没有任何创新的 嗯 那你为啥就觉得快乐呢 嗯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当时我听那个孔兴东 嗯 北大那个中文医教授嘛 嗯 他说你看书晚 不知道觉得看书有多么的高尚 嗯 你看书其实跟那个老太太打麻将 有什么区别 哈哈哈哈 你都是一种自娱自乐 嗯 是吧 你除非你看书能看书的门道出来 然后你能够把它变换成一种什么价值 比如说你能出本书 嗯 帮你赚钱 嗯 能出现点价值 否则你就是纯粹自娱自乐看书 你跟着打麻将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自己快乐嘛 嗯 这也没有什么 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好 只不过他你不要过分的高步说的看书 就一定比你打麻将的好 嗯 他也是也没有那样 嗯 我最近在网上看 我就跟人说的不 不不错 挺好就是说 嗯 其实现在人就是国家可能就是 以前总提倡什么那个玩物上志啊 不要沉迷游戏下来 嗯 但现在我觉得那人说的不错 就是一个成年人 嗯 如果能沉迷在某个游戏里面 嗯 是一个蛮难得的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对 因为现在就是太多分散你这些东西 你想沉迷一个游戏太难了 对对对 你很多很好玩的游戏 其实你想真正沉迷进去 你需要几十个上百个小时的 对对对对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沉迷了 对对对对 你不像你小时候随便捡起了一个就能沉迷 嗯 你的想沉迷都不是太容易 对啊 这个确实是这样 年轻人这个成年人压力太大了 小孩那种单纯那种专注 嗯 就是可能看一只蚂蚁的能看一下午 哈哈哈 真是这样的特别难得 包括我现在也玩游戏啊 有时候躺在床上 我就玩那个保卫萝卜 玩萝卜是塔防游戏吗 对塔防游戏 但是玩一会就删了 就是因为我总到了那一关总是搬不过去啊 试了几次还搬不过去啊 我也不花钱嗯 就不肯花钱 然后他就总是难为你啊 我去有时候开始是上网找攻略啊 他我就看别人是B站里边这一关是怎么打过去的 我去模仿他啊 他就发现那个人呢 因为他好像是那个级别比较高啊 他出来那个出场设置就武器了 比较高 然后我自己弄半天也还是打过去啊 把删了啊 哦 所以真的是 哎 有一个自己特别沉迷的 能够在自己世界里边活着 哪怕 可能在外面看有点loser或者什么样的 嗯 但其实你自己开心觉得挺好的 嗯 我最近那个不是9月份一直跟人聊EVA吗 嗯 就就是深有这个感触 是光刻机 什么EVA 我就是动画片 小时候一个童年动画片神作 最近才有新剧场版嘛 嗯 然后日本拍的嘛 新剧场版第4部就是终完结了 嗯 然后进去找人聊这个 已经聊了5期了 嗯 每期都聊2个小时以上 嗯 就同一个主题啊 我找5个人分别聊 我就深深的感觉到这里面的快乐 嗯 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你聊不腻 嗯 然后在BJ发那个也是 就是我本里面在精华我的话 然后呃 我又重新录了一页大概20来分钟 嗯 然后我把那个以前那个动画片里面情节 我是这是人生第一次视频剪辑 嗯 我就又拿那个什么 那个咱也不是用高端的什么设备 就是剪映 嗯 然后剪摸剪摸 然后贴一贴啥的 快那个那个 我觉得这边还挺简单的 嗯 就是你把视频的放在那 嗯 然后匹配到你那个那个音频的时间线 对对是音频的时间线 比如说我聊第一集到第三集 一共聊了7分钟 嗯 那你就剪7分钟的视频 然后放在一块 然后第4集到第8集 又聊了5分钟 你再剪那一块放在5分钟 这挺好一对齐 哎效果刚刚好 嗯 然后刚开始上上去 那个比赛还没什么人看吧 嗯 然后后来看的人多了 因为他可能是根据你的完播率什么 嗯 哎挺好 现在5000多播放 哎我这开心 我这这么多人回复我 这个开心 我最新感觉就是 你完成一个自己能控制的工作 嗯 这个自己剪自己 写自己播 然后传上去 嗯 然后人家能直接给你提意见 给你评论啥的 你再回复人评论 嗯 感觉太爽了 对对对 这做个up会主感觉太爽了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涉及到那个跟着学习和行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本原理 就是有及时反馈 嗯 太重要了 就你在你在一个大企业 你只是一个螺丝钉 你做了半天 你就只是交工而已 嗯 但是这个整个产品 可能一两年也出不来 嗯 你自己就是没有什么成就感了 嗯 你其实就是反正就是每天就做这个工作 挺无聊的 我们原来那个我们做播客的反馈是假的 嗯 和后台做的数据 你这个是没什么 是假的 就是这个评论都是我们自己写的 嗯 上台上去的 嗯 然后直播间里的人也都是这么假假人 嗯 然后我是那个呃 离职了 然后那个跟那个我们原来做播客老师 嗯 真常的做了沟通 嗯 我把这些事都跟他讲了 哈哈哈哈 他也是很惊讶 他不知道 他以前可能没想到 那么不假的 这么这么假 假的非常厉害 就是说呃真实数据和假的数据 嗯 差距在10倍以上 嗯 他可能原来以为就呃差不多 啊 但其实是在10倍以上的 嗯 就包括播放量数据订阅全是假的 嗯 没没想到这个玩意 嗯 反正男原来在58通城嘛 嗯 他是做到一个总监好像是 嗯 他立志也是这个原因 嗯 他他那个一个上司是什么 好像是 哈佛毕业回来 嗯 也是他是造假特别严重 嗯 嗯 根本就没有什么活跃 但是他造假特别严重 他也受不了那种了 这就出来了 啊 哈哈 很多行业都是这样 哎呀 只要只要你的这个考核标准是什么 嗯 那一定会有 就造出来 对造出来就考核标准 但是嗯 能造假的行业还是 其实还是不错的 哦 难怪你不喜欢假 但起码能出来一个结果 嗯 像我们这个行业 比如说你当了是的 没有成绩 你教不出 比如说你教一个学生 嗯 他 因为他最后呢 考的这个是学校 给你考试成绩 嗯 那你没有成绩就是没有成绩 有成绩就是有成绩 他这个造不了假 但是这个不是啊 嗯 这个不一定最后看的一下 比如说你辅导的学生 从高一辅导到高三辅导三年 嗯 但是你不一定非得看高考的一下 对 比如说高一他做的对的一道题 你应该就有小小的满足感 是吧 对 对吧 虽然家长不会因为他只做的一道题 一直怎么鼓励你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自己应该会有一定的那个成就感 我觉得 对 嗯 其实啊 其实中考中学啊 特别简单 嗯 你只要让他把单词背上去 就90%的问题就OK了 这么简单吗 这么简单 那也太简单了 就这么简单 嗯 第一把单词背上去 第二呢 你就带他去 等一会就扯的没什么用了 我所谓来一下这个 第二就是 你去带他把那个任务拆解 任何东西做事基本上原来都是一样的 把那个大任务拆解分小任务嘛 嗯 小任务反复练比如说 他都阅读 他阅读 他也做的 他能读到百分之七八十 嗯 他都总有几句就稀里糊涂的嘛 嗯 你只要把那长单语给跳出来 嗯 再他分析两三百句 嗯 他就差不多了 嗯 就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你没什么就是含量 你就是耗费 对耗费精力的一个工作 第一在背蓝词 嗯 你不要说你要留多少蓝词 我就告诉他 他不做的 嗯 就是当然有有的孩子学生做 但是我那个学生他不做 他不做 那怎么办 那没关系啊 你就多上课吧 哈哈哈哈 我带你背是吧 我带他一块背 只要你把这个做任务建论到位了 成绩自然就是上课 嗯 现在基本上都是95多分 但是他太高也没有太高 满分多少分 满100分 那九分这么高啊 出种吧 还不是高 那也挺高啊 出种就不高 就正常嘛 就中身就是比较好 算是比较好 但是也不是接近满分 就是九十二三分之处 特别比较稳定 就是他比较懒 那小孩 就是他 你给他留什么课 他基本上都不做 嗯 他也不怕我 我也不是特别有威严的东西 嗯 好在他妈妈比较信任我 他妈妈也是我的学生 他妈就让我疯狂上课 那我太开心了 就是只能在课堂上见读的 在课堂上 对啊 我就不监督 我就带着他做 今天背两页 比如两页三词 就是盖着中文 你就先查 盖着中文 你就先想 想不出来的外勾 弄完之后 再弄一遍 弄一遍之后 还是盖着 这一遍只能打勾的 从第一遍之后 都弄只能打勾的 这样的话 效果特别好 但是就是 客下让他 其实 其实你这点还是不够的 就真正要想 从92岁上到 加进满分上去 还是需要大量的客下的阅读 你客上 除非我客上 够更多时间 还能带 就不能是只背单词了吧 对 就不能是单词 因为那个语感啊 包括一些快速反应能力 还是需要大量的练习的 单词能解决基本问题 就是你能够稀里糊涂的 你能 就是你说汉语 蹦几个字 你也能明白吗 你大差不差的 但是特别细节的情感 特别细节的东西 还是需要大量的去 比如说去读一些课外的东西 就是 但是他特别懒 就是 这也好也不好吧 不好就是 我自己不能把它交到 那么高的位数 好的地方他越懒我越 你客时越多 那你 咱是不是能判定 就是假如说他一直这么懒的话 他比如说将来高中 他不可能就是应语 保持一个很顶尖的水平 对 现在也不是顶尖的 现在也是中一天上的 就是90柱头 就比如说买分150的话 他也就拿个112 112的就 差不多吧 因为现在他中考就是150 我150的话 得看他成绩吧 看他自己的美丽成绩吧 但是我的高中大孩 高中大孩在看吧 不知道 你现在教出这么多 教高中多 但主要就是教他 主要就是教他 另外还就是 国际高中也有出 不是说哪儿 英语要改成50份吗 这是真的假的 不知道 没清楚 不知道 这下是真的 那可不就大东南做了 对 对 所以我有点想转语文嘛 也有点想 没什么时间 目前来干 还是不会吧 嗯 嗯 你也要是 踩着时代的浪潮 转政治老师 政治不是要那个 说 政治要取代英语的位置 成为语术正 三大主说 那不至于 不至于啊 不知道 学生该吐了 不知道 这事可以是假的 有谣言 反正有可能是 嗯 起码政治有没有 有什么必要啊 现在 政治通过课堂 影响的比较少 我觉得还是通过 课堂会有 但我接触的学生 包括我是温哥圣兰 我特别讨厌政治 嗯 并不是因为我动我反动 我当中 就是 我不反动啊 我不反动啊 哈哈哈 我挺爱国的 嗯 就是他们的政治方式啊 他过于死板 他不生动 就是本来挺爱国的 但是你讲那个 全是讲那种特别 嗯 你就会觉得政治 太不感兴趣了 嗯 也许就是为了 他就是为了让你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让你剥离他 对就是为了让你不感兴趣 就是你长大以后 再听到政治两个字 就逃离啊 谁要让你投票 你就别找我 对对对对 就是为了让你这个目的 我说你要真正培养爱国主义 应该去更多的实践啊 嗯 比如宣传什么 什么土悠悠啊 什么远童平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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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政治永远不会能取代英语 嗯 你可以英语可以 下降肯定是肯定的 嗯 但政治永远不会当到那么高的程度 嗯 我的语文 是有趣是越来越多的 包括因为我现在教的小孩不光是英语嘛 就教其他的科目 嗯 嗯 包括他们的生物 嗯 嗯 他最后一条大题都不是一个生物题 嗯 他让你新读一篇相关的科普文章 嗯 他给你讲个新的概念 哦 生物学生的新的概念 哦 新的概念会涉及到一些传统的已经学过的生物知识 哦 会考上你 但是也会考上你 这个文章里边讲到新的东西 哦 他就是考上你能不能用一个现场学习的方 嗯 学习 嗯 新知识的方式 这个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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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喜欢 他培养你知识能力 就是你能不能现场学点东西 嗯 托福和雅思什么的 嗯 他他他考的科目特别的就是有他的阅读和听力 嗯 就是各个科目都有 嗯 你可能生活中中中文没接触过 哦 他也是考上你 当然一定是语言能力 第二就是看你能不能现场 把一个新东西学明白了 哦 那你觉得你现在当老师是让你觉得挺满足的一个事吗 啊 说实话挺 这挺无聊的 啊 哈哈 当时呢 刚刚刚毕的时候我特别有激情 啊 上课的时候 也是激情澎湃的 嗯 然后但是越讲啊 啊 越觉得倦怠 啊 就觉得 没什么成就感 没什么意思 为啥呢 就比如说啊 比如说你可能有的人觉得是我给一个人讲的少 就是论号就是他必须得有一个场嘛 他给几百人上课才有那个感觉 嗯 假如说同样的人我现在给你安排到一个大阶梯要设定讲 你会不会感觉好一点 对 嗯 你的成就感会多一点 因为因为刚毕业就是讲大班的 哦 嗯 嗯 不多的可能多少的时候三四十个人 嗯 多的时候可能八九十个一百来个人 那挺多的 那那非常非常开心 嗯 那现在可能是代家教为主 就是 哎 反正都是 从四年级开始带的 嗯 这比较熟了 就是也没什么成就感 从四年级带到出之王 反正现在 对马上出三了 嗯 但是已经出三了 我带这么多年了 嗯 天哪 他家应该给你上社保 是吧 哈哈哈 他们家想原来忽悠我去他们家公司上社保 他们家自己开公司 嗯 然后但是我低较强了 嗯 每个月一千六百多块钱 嗯 交了一下我就算了 不上了 太多了 不交了 嗯 交了几个月了 你现在所以你现在是没有社保的 没有社保 那咋讲老了咋讲 回家满就有了 回家找个私立学校肯定有了 哦 反正是交满15年了 交满15年了 交满15年就行了 嗯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也特别讨厌你 我觉得国家可能不贵 哈哈哈 我觉得社保肯定盯不住了 盯不住 确实盯不住 现在有人说已经要改了 就15年不能满足了 就是有人有专家要说 必须交满比如20年才能才能领了 嗯 有的要改了就 哎 反正跟我怎么知道 你找公司吧 以前公司的时候有社保 现在辞职之后 原来去他们家不是 不是去他们家就没工作了 嗯 原来是兼职的嘛 嗯 原来我在公司里边有工作 嗯 然后那个课余时间 嗯 替他们再上课 嗯 现在现在公司倒立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刚才那个我们当的校长还有什么叫我 他就弄公众号 嗯 因为我一直在写一些 碰我圈发一些那些学习方法 嗯 嗯 说你要不要来写文章 我说可以啊 反正能有点是 嗯 他说希望等我安排好了 我跟你担心 嗯 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 嗯 因为写写朋友写公众号 起码你是也没有死要求 嗯 我也不知道 其实听话没说呢 嗯 起码他是 我是比较喜欢写 我其实不在现在讲课现在 嗯 我一对一的越讲越无聊 写中心可以世界比较自由 嗯 话题呢也 不是现在那么死 嗯 然后你有个话题跟迷你多儿一样 你去找点资料 嗯 传一传 嗯 他我还没有写过呢 成不成呢 你再说吧 嗯 起码比上课也好 上课真的反了什么 伤得太多了也是 上课近来说没什么难度了 哎呀 起码正在小孩没什么难度 你要上别的课可能也一样 哈哈哈哈 我在那就 行咱们 到这儿 他这边演的啥了 最后来个结尾 结尾 没什么结尾了 祝大家这个疫情赶紧过去 然后大家这个 都能找到工作吧 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吧 行 那我现在先祝我自己能找到工作 然后赶紧去哪儿旅游 啊 现在问你 你现在还有去昆明 去昆明旅游的计划吗 嗯 有 有 有可能有吧 但是也 我知道现在没有心情 我觉得心情特别低落你知道吧 就没有玩的心情 嗯 那跟我不一样 我啥啥都有这个心情 我是不管是那个是得严实意 我都 马上是逃不了的一个事 啊 要不我怎么还组织什么野菜啥的呢 就是这个这个感觉 行 感谢萌萌同学 好 好